李老师 这是王者送我的火纹小鱼 好看吧 好看 这已经是你今天问我的第八遍了 别问了 好看哈 我的鱼呢 哪去了哪去了 我的鱼呢 我的天哪 张老师 你这是在干嘛呢 李老师 我的鱼不见了 你看到了没 我刚来上班 周五我们下班的时候不是还在的吗 对哦 我问问其他老师看到了没有 老师们都说没看到 老师们没拿 那就只有学生了 难道有学生过来找我 我问问去 谁周五放学去我办公室了 老师 不是你让我周五 去拿被宁墨收的小扶瓶吗 我看你不在我就走了 那你碰我的鱼缸呢 我就拿了一下鱼缸里的扶瓶 想拿走 又觉得要老师你同意才行 就又放下了 可是现在我的小鱼不见了 是不是你拿扶瓶的时候 把鱼给带出去了呀 不会吧 我去的时候鱼还在钢里呢 那你走的时候鱼还在吗 我没注意呀 我答应王者老师 要好好养鱼的 结果刚养一天 鱼就没了 你走了鱼就没了 是不是你弄丢了 我的小鱼 周老师 我没有呀 我跟乖小道是一起出学校的 你看到了 我手里是没东西的对吧 对 墙下没拿东西 周老师别着急 我们来帮你找找吧 好 你们都去帮我找 先让我找找线索 木棍 这里怎么有木棍 这个好像是小鱼的肉 这个确实是鱼肉 我的小虎儿死了 我怎么跟王者老师交代呀 这上面好像有不规则的圈口 应该是被什么动物咬的 所以小鱼是被什么东西吃了 我一定要找出这个鲨鱼凶动物 哎呀 上课了 没时间找了 周老师 我们把剩下的鱼肉放回去 你把手机放在办公室 拍一节课 说不定能拍到 吃鱼的小动物出现 嗯 没有小动物出现呀 等等 周老师 你放大 看那个鱼缸 木棍活了 全像百科 最强盲者 这不是木棍 这个是水螳螂 平时吸吸在水草之间 是肉食性昆虫 扁刀状 捕捉前脚 非常发达 主要捕捉小鱼 小虾 磕头等 扑捋到水之后 就会装死 被装成木棍 啊 原来是他 吃光了老师的鱼啊 可是 哪来的水螳螂呀 我前面是在这个 扶屏上发现的 哦 所以 还是我的错 张老师对不起 我不该在河边 乱捡水草 我再买两条小鱼 陪你吧 算了强强 你也不是故意的 我跟王者老师坦白真相 他应该能原谅我 张宇 我来看我们的小鱼了 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说草草 草草就到呀 小鱼 我来了 小鱼呢 什么东西啊 又一个水螳螂 受害者 不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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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